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一解养子解约后欢瑞世纪被报欠税977万 投偿金湖收益仅180万 和明星情侣分手或者明星夫妻离婚一样 明星与捧红或者陪伴成长的经济公司解约或者合约到期不再续约 本来就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 按理说互相并无抱怨,毕竟合作过,互相成就过,也算有缘分有恩情 但无论明星分手,还是明星与经济公司结束合作 即使表面上和平友好风平浪静 但私下也是暗流涌动,否则不会结束合作 比如杨子与合作多年互相成就的经济公司欢瑞世纪的合约到期 不再合作,分手时双方很体面,有感恩和祝福 但是私下粉丝对欢瑞世纪其实诸多不满 颇有微词,即使公司这些年助推杨子在娱乐圈走红贡献不小 也让杨子在娱乐圈大红大紫,并且成为欢瑞力捧的一姐 但粉丝对于杨子在公司的一些工作安排,参拍的一些影视作品其实不太满意 所以杨子与欢瑞世纪终止合作,粉丝还是很开心的 而对于欢瑞世纪来说,虽然前一姐杨子离开了,这个前些年为公司贡献不小收入的既有股离开,损失不小 但是公司还有一大批艺人,既有资深的实力派,也有一些当红的流量明星,后果并不算特别严重 但是最近,根据网络爆料,杨子的前东甲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新增欠税公告,金额超977万,欠税税种未增值税,发布日期是1月18日,发布单位为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福林区税务局 虽然比起偷税漏税,欠税性质没那么严重,但是也从某种程度上折射了一些公司的经营现状,而且增值税这个税种也比较特别 所以对于这个爆料,杨子粉丝和网友高度关注,评论的口风也几多调侃 此前,据欢瑞世纪公告,其参投电影《长津湖》,但收益仅180万元 这个举措和收益,也引来很多人质疑,因为都知道电影《长津湖》票房很好,但欢瑞收益居然仅仅180万 于是网友评论,这折射了公司虽然有投资,但眼光不太好,投资少,自然获益也少 02娱乐圈两位女星同时官宣结婚消息,杨子的祝福王俊凯却无辜躺枪 今日,娱乐圈两位女星同时官宣了结婚消息,看来今天是个好日子啊 一位饰演员张萌,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上午的时候小五金圣恩发文,终于娶到你了,老婆,我们牵着手一起慢慢变老吧 并晒出了两人的结婚照,照片中两人穿着白衬衫,张萌的头上戴着白头纱 胸口的喜字和红色的背景十分喜庆,两人的动作看起来非常甜蜜,不得不说是狼才女貌 随后张萌也转发了这条微博开心的说道,终于嫁给你了 之前两人官宣在一起的消息时,很多网友都不看好,两人对此也没有做出过回应,在社交平台上大访分享自己的幸福生活,从视频中可以看出来,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,相处模式也让人很舒服 结果去年12月,小五向张萌求婚成功,大家也都大访送上了自己的祝福 现在两人也算是修成正果了,祝福两位之后的幸福美满 同时也希望两人之后能带给观众更多好的作品和角色,未来的道路越走越顺 而另一位女明星就比较小众了 大王之前是奇葩说的变手,知名度没有其他几位那么高 她也在今天官宣了自己结婚的消息,配文,从今往后,神仙眷侣 依旧是晒出了自己的结婚照和结婚证 大王的这位神仙眷侣还是一位演员,叫吕彭星 值得一提的是,大王和他的老公是姐弟恋,在结婚证上,吕彭星是95年出生的 而大王是89年的,从结婚证也可以看出来,两人非常甜蜜 大王这是嫁给了爱情啊 之前在节目上的时候,大王就勇敢谈论自己的爱情 说自己曾经到男友家的时候,男友婆婆说家里条件不好,怕大王后悔嫁给他 但是大王很坚定地说,我想要的婚姻是嫁给的是爱情 甚至隔空喊话吕彭星,哪天有空就把证领了 这样大胆追求爱情,这样对婚姻坚定的选择,真的是让人很佩服 除了两对新人的爱情被祝福之外,杨子给大王的新婚祝福也是意外上了热搜 王俊凯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其实是杨子在大王的微博下面评论,虽然你结婚了,但是还是继续玩耍,如果你不玩耍,我会很伤心的OK 随后大王也回复,天涯海角,只要你需要我,我时刻准备着 之后杨子更是直接喊话,那你现在来我家吧 可以看出来,两人私底下的关系是非常好的,娱乐圈的人际关系真的是个圈呀 而杨子的这句祝福,其实是来源于王俊凯小时候一次演出说的话 当时TFBOYS参加活动,现场比较拥挤,王俊凯就很贴心的喊话大家,大家不要拥挤,任何一个人受伤我都会很伤心的OK 没想到这句话成了小凯的黑历史,逐渐变成了大家喜欢的一个梗,不得不说,杨子真的是把王俊凯句式给完明白了 不过再用王俊凯的一句话就是,希望大家不要过多关注我小时候 小时候的王俊凯虽然很可爱,但是现在的王俊凯魅力也不减纳 还是多多关注王俊凯现在和他的作品吧 如今的王俊凯发展得特别好,之后也是有多部作品和大家见面 其中大家最期待的就是断桥了,喜欢王俊凯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 娱乐圈一下有两位女明星官宣,这样大访承认自己的爱情真的是非常让人羡慕,大家也能接受 不管怎么样还是祝福两对新人能够幸福美满,越来越甜蜜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,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,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,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,谢谢大家